再来看这张图 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熟悉 没错 这就是歼20 一款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 具备高隐身性 高态式感知 高机动性等能力的第五代 隐身制空战斗机 可以说 从一亮相 这歼20就始终披着一层相对神秘的面纱 我们对它最新的公开了解 还是在去年的长春航空展开放活动上 这次为期一周的活动当中 歼20是单机双机进行了多场飞行表演 这是它从诞生到现在频度最高 近距离与大家亲密接触的标志时刻 这一系列行云流水般的战术飞行展示 彰显着歼20列装之后 实战时训的坚实脚步 我们也愈发感受到 中国空军综合作战能力的稳步提升 也感触到它能更好地帮助人民空军 肩负起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 歼20我以乘风化为龙 定保领空永安宁 到了第四旬年 学员主要学习的是首次任职专业内容 专联 为了让学员能够更好地从本科教育阶段 孤独到首次任职专业培训 从2017年9月开始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在学院的第三旬年 新增了八门装备技术基础课程 由于电源无人系统不再需要考虑成员的生理局限 所以它能够承受更复杂的环境 以及我们的机动能力也会更强 教员现场演示自主研制的无人作战平台 介绍无人作战系统技术及运用 以前我所认识的无人作战实际上只是无人机 但是我通过这门课 我认识到无人作战不仅仅只有无人机 而无人车 无人路上平台和无人海上平台都是有的 为了培养学员无人化作战的认知和意识 2019年9月学校开设这门课 并从专业课变成一门装备技术基础课程 无人化作战它的发展到今后各个站位 各个领域都会有所设计 跟更广泛的一些专业的同学 来介绍这个无人化作战的技术 以及它的应用 像这样的课程 从2017年以来 该校一共新开设了八门 这八类课程覆盖了炮兵和防空兵 主战装备技术 包括未来的前沿技术 让学员能够提前接触装备 懂得装备的基本构造和原理 到校区呢 也就是第四学年 到校区进行首次认知培训 直接进行操作和指挥 学习和训练 为了让毕业学员能更好 更快地适应工作岗位 学校会定期地对毕业学员 岗位认知能力情况进行调研 根据反馈情况调整教学内容 有的部队就反应 学员对装备的故障 诊断和排除能力欠缺 比如他们反应 对远程火箭炮出现的一些故障 本来更换一个小部件 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有一部分学员 却感觉到无从下手 就是为了让这门课程更有用 我们针对部队反应的问题 调整了课程的教学内容 增加了对装备故障的诊断 和排除的教学内容 让这门课程变得更有用 轻武器射击 也是学员必学必过的课目 在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不仅要求学员射击成绩要达标 还要求学员学习射校校正 也就是校枪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 学校培养了一批 射击成绩优秀的小教员 在课堂上辅助教学 近两年 学员射击成绩优秀率 有了很大的提升 怎么校正的 就是 餐口这边 那个赚了四个小卡 然后这边是赚了 大概一百七 现在正在上的课是 自动步枪射校校正 那现场呢 学员正在用专用的工具呢 对枪支进行调整 射校校正又称校枪 那就是通俗的讲呢 就是看一支枪准不准 如果在经过试射 包括计算以后 发现枪支的精准度不够 那需要对枪支的精准度 进行校正 这就跟 乐器 如果发现音准不准 需要进行调音 是一个道理 轻武器由于地域 气候 以及在训练和作战时的 自然损耗 包括维护保养的不及时 其射击精度都会受到影响 直接影响到射击效果 这时候就需要进行叫枪 为了保证设计效果 每个人都必须要学会叫枪 因为不管在战场上 还在训练时候 不可能每时每刻 都有人帮你叫枪 这大怎么样 这点可以啊 教证过来了 四个十环 所以稍微总体大调整 先偏向 允许在你的个人误差范围之内 达了我们的教证目的 由于教学大纲没有运行要求 2018年之前 社校校正只是选修课的一部分教学内容 学校组织到部队调研后 了解到部队没有要求全员掌握叫枪技能 结合毕业学员任职反馈 决定将社校校正从选修课 变成考察科目 叫枪要求学员首先得打得准 所以学员在第三年才进行训练 正在给学员讲解动作要领的王汉月 也是学员 是射击课的小教练 小教练们都是射击综合能力拔尖的学员 经过层层选拔和训练 达到要求以后 在课堂上辅助教员进行教学 设计之前会注意天行变化 因为晴天和雨天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能部分同志会忽视 但是作为小教练 敏感地抓到这一点 给同学们及时提醒 小教练在他的教学过程中 也逐渐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组续能力 有助于他将来的任务需要 从2018年开始 在设计课程中 还加入了外军枪械相关知识的教学内容 让学员一方面了解 我军与外军枪械的各自的优缺点 第二也就是长远来看 战场上我们也有可能接触到外军枪械 拿到外军枪械以后 能不能打得响 能不能用得上 这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经过创新教学方式和调整教学内容 近两年来 学员们毕业联考的设计成绩 优良率逐步提升 2020年 有的学员队优秀率达到了81%以上 优良率达到99% 优秀率上是一个比较大的飞跃 因为以前的时候 我们在设计中优秀率60%是我们的瓶颈 这两年逐渐突破60%到70% 今年创纪录的达到了某一个学员队达到了80%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 继续我们的未战欲人一探究竟系列报道 今天我们将走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军事地形学是每个学员必学必过的科目 也是实战中需要掌握的重要技能 这门课要求学员会识图 用途的说就是把你放到陌生地狱 给你一张地图 一个指北针和几把尺子 你能知道自己在哪 还能在最短时间内 到达地图中指定的坐标位置 为了让学员打好基础 从2017年起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实地训练时间增加一倍 增加了夜间训练次数 我们的记者探访了军事地形学 综合连贯作业训练 学员两人一组 每组需要找到十个点位 和一个隐蔽侦查任务 全程十公里 需要在三个小时内 准确找到六个点 才算合格 学员规划好行进线路后出发 即时开始 他们带着地图 指北针 尺子和望远镜 在山野里行进 我俩会散开 然后去 因为就在这个目标点附近 然后散开去寻找 找一个点 一般都会喷在一个 比较隐蔽的位置 然后它会有 一定的标记 李双宝和孙家 是第一个出发的小组 两人很快在实地中 找到记着红绳的目标点位 并把点位上标注的字幕 记录下来 这个图上不一样 再又得标定一下 那边路 它给了咱们一个 一个错误的信息 它应该有一条路是假的 李双宝和孙家小组分析 发现自己找错方向 这是一个四岔路口 两人重新标定后 找到目标点 第二个呢 这个岔路口 它和图上是不一致的 它是有变化的 它现地多了一条路 检验学员 能否给取 现地的这个地形特征 辨别出 变化地形 学员们穿过村子 开始往山林里走 山路不好走 地物较少 地势地貌复杂 难度升级 大概这个地方 离出发点 大概有三公里多 那这是最早的一组 学员大概花了一个 一个小时左右 他们就到了 这算是比较快的了 这是最快的 最快的一组 这点可能不对 这应该有个岔路口 前面看一下吧 对 前面有点假的 小蓝 不许这么安排 是 疑惑你 标下地幅 这样 我去前面看那个岔路 应该是在前面后面的岔路 路过八重点 这后面的岔路 所以应该是后面 后面的 那个 后面的 这个你看 这个坡没那边 就坡缓一点 所以等到现在 你看这 这 这 这比较稀疏 杨帅和张成浩 分别来回两次 确认和对照地形 根据不同的判断 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随后 他们赶往下一个点 执行隐蔽侦查任务 距离左界 跃积权的位置 中处 有一个红鞋 隐蔽侦查是 学员到达指定位置 借助望远镜 尺子等工具 指定目标进行观察 同时确定目标点 在地图上的位置 日常训练中 学员有15分钟 进行地形对照 而考核中 却只给了3分钟 目的就是 为了和实战怎么接气 因为实战的情况下 敌人不可能 站得不动 给你分析 隐蔽侦查任务完成后 还得接着按图行进 李双宝和孙家小组 是第一组出发的 但行进的速度 却不是最快的 正在找的点位 位于附近一处山间 通过标定对照 他们在山林里 找到了一个点 点位不对 两个人又重新标定 分头在树林里寻找 随后换了个山间 历经30分钟 才找到了正确点位 说明前面其实就没找对 对对没找对 有一个主要是一个 以前用的点 一直干扰着我们 我们一直以为 就在那附近 那说明你们的做标 就没有进好位 不是 它这个 对 也有一方面 第二个它那个地形 它确实有时候 比较难以判断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径 李双宝和孙家小组 开始往终点冲刺 虽然成绩达标 但还是被教官指出了问题 以往教员无法掌握 学员的行径路线 2019年开始 教学中增加 北斗导航定位仪器 教员们可以实时看到 学员的行动轨迹 能更好地帮助学生 查找问题 我们就是利用轨迹回放 可以给他 让他知道自己 哪条时间用的时间长 哪地方走出的路 不但结果正确 还有什么呢 路线也要正确 在当天的训练中 所有学员时间和准确率都达标 优良率百分之百 近几年 学员的综合成绩 也在不断提高 训练时间 尤其是野外技能训练方面 相对以往增加很多学识 训练的难度 相对以往增加了 像我们以往是很少组织 连外科目作业 现在考试这样的需要 我们经常会把一些 多个科目的文章 适合地形多个科目 连续地放在一起 连外科目 接下来 下一个 费有